弟子,前妻留下太过一个佛子,鬼仔,请问呢,应如何处理? 这个事情我不太清楚,留下太过一个鬼仔,这是怎么回事去,它怎么留下来的? 这前妻留下来的,那个如果是真的,好像是附身跟着人附体的,那都是冤亲债主,那冤亲债主如果是前妻他的关系,那他应该跟着走,跟着他走。 他要不走,还留在你家的话,那可能是与你问家里有关系,这个要谈条件,要超度他。 通常呢,就给他商量,你要问他,他叫什么名字,过去他身在人间他是哪里人,什么原因找到这里来,都可以问清楚。 然后说,需要怎样超度他,他会输,或者是送亲,或者是拜餐,或者是念佛,给他超度,专门为他做的,那么他会离开。 他也是,得到超度的时候,他也会感激,他会离开。